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这只绿色的小东西你们一定没见过吧 如果我说它其实是一只蟑螂 可能你们会不相信 但它确确实实就是一只蟑螂 它就是被称为世界上最漂亮的蟑螂 古巴绿香蕉蟑螂 古巴绿香蕉蟑螂分布在古巴、加勒比海等热带亚热带地区 一般生活在热带雨林里 以植物、水果、腐制制为食 很少进入人类居住的环境 所以它跟讨厌的家张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其实它长得跟一般的蟑螂还是挺像的 也是扁平状的 脚上也有很多道次 只是它的肤色变成了绿色 正所谓一白遮白丑 一黑一毁所有 黑不拉结的家张看着十分恶心 变成绿色了 是不是不那么令人讨厌了 看这只小家伙继承了蟑螂家族的特性 行动非常迅速 跑得真快 诶 它怎么老是喜欢往我的袖子里钻啊 来 逗逗它 又钻进袖子里了 注意 它要起飞了 下面我们把这只绿香蕉蟑螂放到显微镜下 仔细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 这个触须好像比一般的家张短一些 粗一些 它的背甲是半透明状的 晶莹剔透 非常漂亮 翅膀也是透明的 带一点点绿色 接下来看头部 是不是觉得挺可爱的 两根触须在不停地摇摆着 这个腿好像有点粗啊 腿上长满道次 还是有一些攻击性的 最后是尾部 左边这根尾须一直在动 这黄色的是啥 是大便吗 诶 肚子上长了一些满充 就是那些白色的点点 有点恶心 都怪我 没有给它一个清洁的生活环境 古巴蟑螂兄 对不起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 这只南方大蟑螂 是不是看上去很吓人 那么如果把它再放大100倍呢 当然它将变得更吓人 下面就要我们一起来看看 把蟑螂放大100倍究竟有多恐怖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记得这次一定要给我点赞哦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蟑螂兄的头部 黑色的部分就是眼睛了 眼睛的前边长着一对触角 虽然受觉很灵敏 但它并没有鼻子 它的嘴巴构造有点复杂 周围有许多触须 接下来再来看看蟑螂兄的腿 腿毛好长啊 哦不对 应该叫腿刺才对 脚上白色的是四个脚垫 便与蟑螂兄在光滑的表面随意攀爬 脚的顶端有两个钩子 非常锋利 再往下看 这是蟑螂兄的胸部 小胸毛很性感嘛 下面是蟑螂兄的腹部 看到边上的小洞了吗 这是气口 昆虫一般都是用这些气口 来呼吸空气的 最后来到了蟑螂兄不可描述的部位 这构造有点复杂 我猜它是公的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蟑螂兄的后腿 这造型简直是跟狼牙棒啊 下面单独来看看蟑螂兄的处序 我数了一下 一共108节 你们如果有时间不妨也可以数数看 下面我们把蟑螂兄翻过来 好像黑不溜中的 没啥好看的 把翅膀打开吧 这翅膀构造还是挺精致的 金黄金黄的 中间有很多骨架把薄膜撑开 比蟑螂还薄伤很多 侧过来看看蟑螂兄的侧面罩 这眼睛的形状好奇怪 上面有很多单眼构成了一个大的副眼 像素点不是很多 分辨率一般般 最后来看看这个嘴巴 一个字 真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